一只流浪狗在寻找回家的路上偶遇了一只无家可归的小花猫 在狗狗的精心照料下,小花猫逐渐长大,后来发现它竟然是一只美洲狮 大家好,我是电影名小雅 今天我们看的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一条狗的回家路》 阿黑出生在一片废弃的房子里 这里是流浪者的乐园,有很多流浪猫和流浪狗 这些流浪者们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相亲相爱吵吵闹闹 但很快,流浪者乐园里闯进来两个穿着制服的坏家伙 他们是专门抓捕流浪猫和流浪狗的人 这些人战斗力强悍,跑得慢的猫狗都被他们抓走 自己则被猫咪阿姨保护,免于被抓 但从此之后,阿黑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 好在猫阿姨对阿黑一视同仁 在猫阿姨的哺育下,阿黑茁壮成长 慢慢的,阿黑就把猫阿姨当成了妈妈 除了猫阿姨,有一个叫卢卡斯的帅小伙 也经常和女伴来这里给流浪猫喂食 卢卡斯是在退休军人俱乐部工作 而他的女伴则是一名动物保护者 当阿黑看到卢卡斯的时候,就想也没想就冲了出去 因为他觉得卢卡斯的气味十分好闻 卢卡斯认为这可能是缘分 虽然出租屋里不允许养狗 但他还是决定把阿黑带回家,并为他取名为贝拉 从此这个小家中多了很多欢乐 贝拉也和卢卡斯做很多游戏 给他提供美味的食物 也会带着贝拉去看望猫阿姨 在卢卡斯的照顾下 贝拉也逐渐的长大 这个城市有很多喜欢贝拉的人 也有很多不喜欢贝拉的人 比如那个想要拆迁流浪猫家园的房主 由于卢卡斯反对房主拆迁 房主出于报复,便举报卢卡斯饲养斗牛犬 动物管理局找上门警告卢卡斯 如果贝拉在家里,他们无权干涉 若是在大街上被他们碰到 贝拉就会被拘留扣押 另外,房东也不喜欢贝拉 由于是租住的房子 所以每当房东来检查的时候 贝拉就要跟着卢卡斯去退休军人俱乐部 好在退休的军人们非常喜欢贝拉 他们认为贝拉能够抚平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 不过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一只松鼠出现在窗外 引起了贝拉的好奇心 在追逐松鼠的时候 贝拉被动物管理局的人发现 就这样,贝拉被带到了动物收容所 他第一次离开家 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和茫然 虽然卢卡斯交付了罚款 但如果再被抓到 贝拉将被执行安乐死 卢卡斯十分伤心 他也不想和贝拉分别 但为贝拉的安全着想 他只能将贝拉托付给四把英里之外的朋友照顾 虽然朋友对贝拉也很好 但贝拉依然十分想家 他想念卢卡斯 想念以前那段快乐的时光 于是他悄悄溜出了家门 踏上了四把英里的回家路 其实今天卢卡斯会来接贝拉回家 但因为贝拉听不懂电话里的内容 导致贝拉和卢卡斯的汽车错过 贝拉抬头看着远方 他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没有错误 但要翻山越岭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了晚上 贝拉经过一整日的长途跋涉 已经十分疲惫 只能在山上休息 这里也有很多诡异的叫声和奇怪的气味 但好在一夜平安无事 只是在第二天一早 贝拉已经十分饥饿了 贝拉本想抓一只野兔当早餐 但野兔十分急紧 躲到大树下 让贝拉无可奈何 好在贝拉发现了一个人类小镇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 他就能找到食物 很快他就在小镇上找到了组织 虽然这群狗狗里面有个凶神恶煞的大狗 但首领却是一只小小的爆炸头 在爆炸头的允许下 贝拉加入了这个小狗社团 到处招摇撞骗 翻找食物 吃得不亦乐乎 但天黑之后 贝拉才发现 社团里的每个小狗都有自己的家 而它不属于这里 爆炸头邀请贝拉去她家里 贝拉知道自己留在这里或许会很幸福 但她还是决定继续踏上回家的路 现在贝拉已经给社团兄弟学会了捕食技巧 虽然只是简单的翻找垃圾桶 但至少生活无忧了 这天贝拉在翻山越岭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一具美洲狮的尸体倒在地上 原来是两个偷猎者杀死了她 而在一旁是美洲狮的幼崽小美洲狮 美洲狮的样子让贝拉想起了猫妈妈 她认为这是一只小猫咪 她知道小猫咪也需要被照顾 于是她决定暂时留下来 照顾这只小猫咪长大 她带着小美洲狮去河边饮水 帮助小美洲狮拖出美洲狮妈妈藏起来的食物 并在晚上照顾小美洲狮入睡 为了尽到做妈妈的职责 贝拉还会带着小美洲狮去人类野营的地方偷牛排 去人们钓鱼的地方偷小鱼 偷人类的各种食物 生活的压力让贝拉学了一手极好的偷窃技巧 也算是把小美洲狮照顾的不错 渐渐的小美洲狮已经长大成了大美洲狮 也渐渐的会带回来一些猎物 两个小家伙如今已经轻如佳人 这天他们在外面捕食的时候被狼群包围 贝拉决定拼死也要保护美洲狮的安全 但她势单利孤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好在几个人类及时赶来赶走了狼群 人类发现贝拉脖子上的狗牌 但就在他们准备给狗牌上的电话支店时 美洲狮突然出现把这些人吓跑 就这样贝拉和美洲狮又恢复了两人生活 时间很快来了冬季 贝拉和美洲狮在雪中嬉戏 玩得不亦乐乎 这天贝拉突然听到有狗的叫声 她兴奋地跑了过去 却发现13名滑雪爱好者带着一条狗 这条狗的叫声引发了雪崩 直接将一个人埋在了雪中 待雪崩过后 贝拉急忙冲上去 把埋下雪里的人救了出来 但随后人们却把贝拉带走 只留下美洲狮躲在远处 贝拉虽然在人类的家里过得很开心 但她心中依然记挂着美洲狮和卢卡斯 于是她趁着人们带她出来放松的时候 离开了这个让她感到舒适的地方 再次踏上了回家的路 贝拉一路跋山涉水 她来到一处人类的城市 却被一个流浪汉带走 流浪汉一无所有 她只能带着贝拉乞讨 为了不让贝拉离开 她始终用绳子拴着贝拉 虽然禁锢了贝拉的自由 但流浪汉从未让她挨饿 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这个冬天 但流浪汉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终于她睡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由于有铁链的束缚 贝拉只能留在原地 等待有人出现把她救下 就在贝拉奄奄一息的时候 两个人类小孩来这里玩耍 他们发现了流浪汉的尸体 也给贝拉松开了束缚 贝拉终于有机会再次踏上回家的路 这条路她已经走过了两个冬天 她不知道自己还要走多久 但她一定要找到卢卡斯 回到属于她的家 这一路贝拉小心翼翼的躲避着狼群的追捕 但狼群无处不在 最终贝拉还是被狼群包围 无路可逃 就在贝拉陷入绝望之际 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 只见这个巨大的身影三下两下 就把狼群赶走 而这个身影虽然陌生 但一息中还能看出小美洲狮的影子 原来是小美洲狮彻底长大了 故人重逢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奇妙 尤其是相依为命的两个好朋友 在美洲狮的帮助下 贝拉一路再也没有遇到危险 顺利来到了卢卡斯所在的城市 贝拉想要美洲狮和她一起回家 这样他们就能一起睡在卢卡斯的床上 但先不说卢卡斯愿不愿意 至少美洲狮不想去城市生活 因为森林才是她的家 贝拉虽然不舍得美洲狮 但最后也只能一一惜别 因为她心中始终还想着卢卡斯 想着自己的家 不过城市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安全 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十分危险 贝拉回家的心情十分急切 她在车辆里穿梭 最终被一辆小车撞倒 一条腿受了伤 但贝拉没有停下回家的步伐 她一拳一拐地继续前进 道路两旁的景色越来越熟悉 一切似乎都没有变 终于她来到了自己两年前生活过的地方 然而当贝拉兴奋地敲开家门 却发现里面的一切都物是人非 而开门的人也不是卢卡斯 而是一个陌生人 她知道卢卡斯已经搬走很久了 只是猫阿姨还在这里 这让贝拉有些激动 不过随后她就看到了 那个抓捕流浪狗的坏人 无奈之下她只能再次离开 贝拉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那就是退休军人俱乐部 这里她还有很多朋友 或许卢卡斯还在这里 贝拉推开俱乐部的大门 里面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人们见到贝拉回来 都感觉不可思议 因为贝拉已经失踪两年多了 这时远处的卢卡斯也看到了贝拉 贝拉也看到了她 一人一狗都十分激动 他们拥抱在一起 享受团聚的喜悦 虽然之后坏警察又来捣乱 但退休军人俱乐部属于联邦财产 地方没有权利干涉 而坏警察也因为仇恨动物 被长官撤销了出警的权利 从此贝拉和卢卡斯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美洲狮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她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只是她时常望向远方的城市 记挂那个抚养自己长大的朋友 一条狗在回家路上 可以遇到这么多奇妙的事情 有时候看起来 宠物似乎比一些人还要令人感动 至少他们始终记着你的好 不论在路上有再多的风景 她心中最为想念的还是故人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这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哦